看看新闻网 也可以凭借一部电影作品 就是牛半辈子 我们以为太炯之于徐珍 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但是他本人好像不完全这么认同 所以很多人也期待他下一部 比方说太炯在不单拍 最后很贴体叫不炯 太炯在河南拍叫何炯 所以很多种想法 叫何炯的话一定要叫何炯主演 肯定有餐饮 不过我们想是我们想 但是就在昨天 徐珍导演接受我们娱乐新年地的独家专访的时候 他吐槽了 说关于太炯的事 根本不像你想那样 就有很多耿耿于怀的地方 比方说电影是这么高收入 有很多就会面临着分赃 不是分赃 就是那个分钱不均 是吧 他纠结的是这个点吗 我以为是艺术创作上面的一些问题 也可能跟下一部有关系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别多想 一起来关心一下 但是我主要想讲的是 关于另外一个问题 远远有问题 我觉得好像 你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拿出来讨论 票房13亿有口皆碑 究竟徐珍想说的是 我们的电影票房变得很高 我们就知道媒体上有什么声音 说我们的电影 让它国外的选择 一个很低的票房 电影下档将近一年 主动再提敏感话题 看来徐珍是真的有点怒了 比较劝劝的去了解 他的发现因斯在海外 做了什么样的推广 如果忽略到当中所有的团节来讲 在海外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调宝 那这部电影本身是不公平的 看来泰炯预冷什么的 真让徐珍有点伤啊 不过泰炯毕竟已经成为过去式 生活和工作还得继续不是吗 专心拍戏难道徐珍又要做回演员了 也不是很专心 其实又得当演员又得搞剧作 听到搞剧作这三个字 大家应该要放宽心了 徐珍的第二部电影 估计不会让我们等太久了 肯定是有了 但是等到合适的时候 我肯定会就是一起发布的 对 因为 那题材肯定是喜剧嘛 有这徐珍一句话在 咱们也就放心了 总结经验精心筹备 我们有理由相信 徐珍再次出品必数精品 由新年地上海独家采访报道